大家好,我是小夕学姐 而三年日本留学目前的状态是火热,非常火热 不少远学校满额,报名私塾的人也是热情高涨 现在大家都明白过来了 想考上理想的大学,私塾的帮助很大 而且国内阶段的准备很重要 所以不少都想提前学习私塾的课程 现在的趋势是,小伙伴们在国内阶段就已经把私塾给报了 但是小伙伴们,学姐良心建议 你在国内提前报私塾真的要慎重,不要轻易就交钱 有些不太靠谱的私塾会包装,把留学生当冤大头 利用小伙伴们急切的心理还有信息差 导致提前交了很多钱 来到日本后,上课质量却不行 发生货不对版的事情,想退位却难上加难 小伙伴们纷纷网上求推荐 现在想找个靠谱的私塾怎么就这么难 日本私塾数量众多 大的有优势,小的有特色,但也是鱼龙混杂 而且现在私塾把宣传做到了国内 到底好不好怎么判断 选错了不光是钱的问题 咱们的时间更保护 找到适合自己的最重要 要找对的,而不是大又贵的 所以今天就和小伙伴们来聊一聊私塾怎么选的问题 先来了解一下私塾的课程 高中生考日本大学,小伙伴们基于参加EU考试 但原学校进度较慢,这时候可以在私塾开个小班 快速有针对性的提高日语能力 EU考试科目除了日语,还有数学文宗里宗 大学院辅导呢,一般开设研究计划书 专业课,小论文,面试等方面的辅导课程 还有些私塾啊,开设美术和音乐辅导课程 这都要看大家自己的需求 在选私塾之前呢,先明确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要提高日语,要学专业课,英语有必要吗 研究计划书需不需要辅导呢 这点很重要啊,没搞清楚的话 有可能就被忽悠了 一不留神报了一堆自己不需要的课程 然后呢,还让你觉得 哎呀,我有这么多课程,我好合适啊 选择私塾的时候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小伙伴们不要在网上疑问就等别人推荐 咱们不要怕麻烦,得自己先查一查呀 现在信息这么发达 通过各方面,比如说官网啊,公众号宣传呀 可以了解到基本的位置,合格实际,师资这些 了解大概后呢,再和各位老师详谈 在这当中啊,有几个问题,小伙伴们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问题,私塾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适不适合你 大私塾大包适合基础好,接受能力快的学生 留一下知识点 了解日本的考试规则和模式 但对于学习接受能力慢,底子薄的留学生 可以选择个性快的辅导方式 提升的快,不妨多看看小私塾 第二个问题,价格 正规私塾的话,价格相差不会太大 文科私塾在50万日元上下,太贵的就要想一想了 第三个问题,保证班 让你高价报保证班 保你能考上什么什么大学的 得警惕了,这就是割韭菜 谁能保证一定能考上呀 所以啊,别看承诺说的有多好,没太大用的 第四个问题,试听课 没有试听直接交钱可真容易踩雷 可以多听听多比较 有的老师专业能力很强 有的上课风趣 有的细致认真 老师是很好 但是呢,老师讲的如何 对应老师的水平和责任感非常重要 不一定要很高学历的老师才讲的好 最重要的呢,要试听 看看适不适合自己 第五个问题,师资 我要学的专业是什么 这个私塾有没有相应的设个老师呢 老师什么学校毕业的等等 这些都要提前了解清楚 第六个问题,真实性 正规私塾都有自己的官网 注意上面信息的真实性 有些私塾会在上面列上长长的合格名单 有些呢,会夸大数量 第七个问题 顾问咨询时给你的规划是否合理 比如水平目前是N4 明明差得很远 却告诉你半年通过他们私塾学习 半年能合格 这样的可不行哦 第八个问题 确认课程内容 不要觉得越多越好 有些课你可能不需要上的 费钱也费时间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 考学目标来报课程 专业课研究计划书 笔试面试 这些是一定包含在内的 如果是想报考好的大学呢 个人建议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私塾 不但可以系统性的学习 还有同行的伙伴和分享经验的私塾老师 这些都会让你更顺利的通过考试 特别是当你找来真题做了之后 发现大部分都不会 又没人指导解释 那这个时候呢 建议去私塾补补课 如果是转专业的同学啊 对想报名的专业不甚了解 也建议去私塾找老师辅导 有几个是无师自通的呢 如果你的目标愿效难度很大 要学的东西多 时间又有限 建议去私塾补习 用完善的知识体系 节约你的时间 最后啊 要提醒小伙伴们 日本私塾辅导呢 不像在国内学校 从头到尾细讲 时间也不够啊 所以啊 不要把你升学的一切 都压在私塾上 私塾只是plus 还要自己下功夫 自然选择了 就要坚持下去 希望小伙伴们都考上理想的大学 我们下期见 拜拜